搭建大陸島業鏈、周卓華等博彩中介涉案多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由於澳門博彩公司終止合作 博彩中介公司太陽城已於12月1日起 暫停關閉了澳門的貴賓廳業務 控股太陽城的周卓華 卓號洗米華已於11月27日被捕 據公開的起訴書顯示 澳門的六大博彩中介公司 在中國都有關聯案件 其中與太陽城有關的案子最多 截至12月9日一個多月以來 已經有26份起訴書 涉太陽城賭博案 周卓華的太陽城 是澳門博彩中介中的路大 業務佔澳門博彩中介市場 份額高達40%至45% 在2019年 澳門博彩業的總收入中約佔15% 排名第二的是德進集團 老闆是陳榮煉 其餘分別是張志泰的廣東集團 彭岳熙的巨星集團 賭廳公主 朱里悅華的黃金集團 以及紀曉波的行星集團 從中國檢察網公布的起訴書可以看出 今年11月1日至12月9日期間 至少有26份起訴書 是與太陽城有關的賭博案或開設賭場案 另有3份起訴書 是與太陽城賭博相關的其他犯罪案 好像為太陽城賭博平台做網頁 以及利用太陽城賭博平台詐騙等 其中11月12日一日就公布了8份相關的起訴書 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於11月26日 在其微博發布了要逮捕周卓華的案情通報 第二日27日下午1點半左右 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布新聞 強調博彩從業員雖嚴格守法 周卓華在澳門家傳互曉 但行政區的新聞中未公布姓名 而是稱某博彩中介一人有限公司 周姓股東、董事 指其涉嫌成立跨境賭博犯罪集團 非法組織中國公民 扶其承包的境外賭廳賭博 參與跨境網絡賭博活動 涉案金額特別巨大 並表示已於27日早申 將周及其他涉案人員 帶回警局調查 中國監察網 公布的賭博案起訴書顯示 有些被告人 早在2010年 已參與到太陽城相關的賭博業務中 好像被告人盈志強 是山西省古膠市人 自2010年起 盈志強頻繁去澳門賭博 並從事洗碼工作 2019年1月 盈志強和一名同伙 用自己的港澳通行證 在澳門太陽城集團註冊會員 並組織數名朋友前往澳門 使用他們的帳戶進行賭博 賭資達千萬元 所謂洗碼是澳門賭場的搭馬仔日常工作之一 澳門賭場有兩種賭碼 泥碼和現金碼 泥碼可以參賭 但不可以從賭場兌換現金 賭客參賭時 輸的是泥碼 贏回的是現金碼 賭客若繼續參賭 搭馬仔要替他們 將現金換成泥碼 這個叫做洗碼 搭馬仔帶賭客去賭場 賭場根據賭客使用的泥碼 來計算給搭馬仔的佣金 佣金的比例一般在千分之九到百分之一 太陽城賭博網站在中國境內的代理人 不僅開始賭場 還涉及偷越各邊境最等違法行為 浙江永康市檢察院在11月25日公布的起訴書中提到 被告人陳某某在2019年開始代理 《陽太陽城賭博網站》 2019年1月和5月 陳某某共計四次偷越各境進入緬甸境內 並以同樣偷越方式返回中國境內 其中三次為劫火偷越各境 據溫州市公安局11月26日發布的案情通報 截至2020年7月 以周卓華為首的跨境賭博犯罪集團 共發展股東級代理199人 發展賭博代理1萬2千多人 發展中國大陸賭客會員8萬多人 據中國媒體《財新網》報導 澳門六大貴賓廳 坤頻頻出現 在與賭博相關的公開起訴書中 其中與《太陽城》相關的起訴書最多 超過300份 其次是陳榮煉掌控的德進集團 大多數涉案人員在去年下半年被批捕 在今年初之後被起訴 有起訴書稱組織中國境內賭客 去澳門賭博的團伙為惡勢力集團 好像12月8日公布的劉某甲賭博案中提到 以起訴的籍某某 以營利為目的 自2007年以來 在澳門升制、永利、美高美等賭場獲得授訊 為參賭人員出馬 吸引大量山西欣州人去澳門賭博 劉某甲等人則為赴澳門參賭人員 提供兌換籌碼、接送、接待等服務 起訴書稱該惡勢力集團 導致巨額資金流失造成嚴重危害 澳門是中國唯一賭博合法化的地區 今年3月1日起 中共正式施行的《中國刑法修正案11》明確規定 組織中國公民參與各境外賭博 數額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判刑 並處以罰金周卓華是首個因涉嫌違法 被批准逮捕的博彩中介人 博彩資訊門戶網環球博信於12月7日發文 《再見鳥》中介人 《洗米華事件》澳門產業轉型中的一張骨牌 文章稱澳門歸中共管後 借貸服務的出現是順理成章 因為原來規模的賭廳 無法接待大把鈔票的大陸豪賭客 因此 黑幫賭廳主開始合作成接具額頭注 一些賭廳更以高利息吸引外部資金 股東模式漸見初刑 而更積極的賭廳主則直接與中國各地方勢力建立關係網 依靠這些地方勢力追債 將風險外包形成一條由澳門 致中國各地的產業鏈 《香港黑社會》曾驗指香港電影業是件公開的事 周卓華的師爺 黑幫14K老大韻國區 在1998年曾投資1400萬港元 約182萬美元拍攝了豪江風運 14K曾是澳門最大的黑社會組織 1999年46歲的韻國區 在澳門中審時 豪江風運後來成為他黑幫生涯的罪證之一 周卓華於2011年成立了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開始參與電影製作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 在2020年1月對周卓華的專訪 太陽娛樂在過去十幾年中 參與投資製作電影65部 並且沒有小拍紅色電影 好像《紅海行動》 和《湄公河行動》等 周卓華沒有好像找國區一樣 拍黑幫片 而是拍了紅色電影 但是那也未能讓他逃過逮捕 台灣財經專家王世聰說 洗米華真的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他最後又會扯到鋼牌 2016年出品的《湄公河行動》的時候 孟建柱、傅政華和孫力軍都來站台 出席相關的座談會 他在中國是有人罩住的 如今這些人都失勢 他就被拘捕 環球博信的文章感概 中共官方宣布逮捕洗米華的當日 即11月26日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 在其官網發布了經才師的多條信息 其中的招商引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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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個季度 6個內地代表處已拜訪企業600多次 並跟進了30多家企業赴澳門的投資項目 其中今年已在澳門成立公司的項目有19個 涉及健康、科技、建築等行業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香港大紀元記者李思齊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